哈囉 現在要 示範的是這個 黑可可巧克力蛋糕出爐了 聽一下它的聲音喔 是不是沒有 啪啪啪啪啪啪的聲音 這是鼓聲 你看 你被我拍裂了本來它是沒有裂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就是 它的背面的部分 這個是活動模 真的它就是活動模 那我們出爐之後怎麼辦呢 通常是我們桌上這樣子 等一下 我為什麼用這個鋪這個紙 就是因為我希望出爐的時候 可以直接把它這樣擠出來 這樣子 這個蛋糕烤了70分鐘有吧 就是完全沒有沾黏 OK 確認都沒有沾黏 斜著插 正著插 因為我被弄過 不能以為OK了 出爐之後居然都沾黏了 好 像這個 水浴法的蛋糕呢 出爐 烤好之後呢 如果你沒有用這個紙 你就要必須要倒扣 讓它放著 可是通常用這個紙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拿出來 那你看從剛剛到現在的高度 其實它都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烤好 烤熟了 挺挺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61度 我還有一顆 我再去拿一下 稍後 好 你看這個是熱的 我們看一下現在幾度 98度 看到了嗎 它真的是從烤箱裡面拿出來的 好 98度 95度 好 那這個是真的超熱的 順便介紹一下 等一下 剛剛拿錯手套 好 順便介紹一下我的手套 這個手套很讚喔 它很長 可以保護我的手 然後我指滑 還有防燙 好 那這個膜呢 它也是那個 活動膜 所以你看 我從背面看是這樣 你看我這樣手放是不會燙 但是這個KUOKA 這個手套就比較弱了一點點 好 這樣子之後呢 一樣我們把它取出來 從烤膜裡面取出來 那你看我們的麵糊 就是 它有多高 那麵糊就長這麼高 好 出爐之後 好 那我們就把它提出來 提出來 一樣就是稍微摔一下 對 我們先測試一下有沒有熟 沒有熟就糗到 可是通常在這個時候 如果說它已經有一點縮了 或者是你一震 然後它就 那大概就是沒有熟 沒有熟透 應該是這麼講 也就是說你可能測試到某些點 它的 它是沒有沾 它沒有沾黏了 但是呢其實它 呃 它是沒有完全熟的 好 我們這個烤膜放旁邊 那當我們出爐的時候呢 怎麼弄呢 就是把這個旁邊的紙 你看我們在剪的時候 來 哇 給大家看 哇好笑好笑 我們在剪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這個 就是有剪開 所以這樣就很好 很好把它拆開 然後呢通常 像這樣子一個蛋糕 你可以不要倒著放 也可以倒著放都OK 那通常我會 一個倒放一個沒有倒放 好 給你們看一下就是 去壓這個 這個網架的痕跡 然後它壓出來的話 就會有線條很漂亮 那同時也就是讓它 屁股朝上 好看一下喔 它們要脫模了 是不是 紙上面它熱氣就會散出來 然後散出來之後呢 等一下 我這個脫模之後 我就要去揭曉 回來我就可以 把它翻正 那這時候你要翻正也是OK 好你看紙就會非常乾淨 沒有到特別的沾你一塊或什麼 這樣是OK的 好 那如果說我們不要 不要讓它 壓出那個痕跡 我就這樣子 讓它這樣子放 OK 聽一下的聲音喔 不是耍耍耍耍聲音喔 是蹦蹦蹦 好OK 好 然後 我就放這邊 應該有手 撕下來 很好撕 就是 給它們這樣黏 好 一樣 好 輕輕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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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輕輕的一樣 那這個配方 跟 跟比較早的時候 我們做的那個巧克力的配方 是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冷卻厚的樣子 所以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組織 細緻的程度是這樣 那等一下黑巧克力可可呢 我們再來切片 切片 那同時 如果說你 像你看這個 它是烤得很完整 就是說它表面就沒有裂 這是我們切的 那 烘烤的狀態就是像 以這個來講 我是用Ariston去烤的 烤 烤多久 我想一下 烤大概75分鐘左右 我就把今天這一顆 然後 我先把它翻回來 因為我希望它表面 就這樣圓圓的 這樣子 然後我的溫度是 160 160 一路烤到底 75分鐘 然後要開一點門 好 OK 那這兩個就 這個是有點失敗 你看它的泡泡就很大 有沒有 這就是有點消泡 可是它 雖然說它有點消泡 可是 你看它的底部是還OK 並沒有沉澱 好 所以它就是有一點消泡 那沒那麼漂亮 那以這個來講的話 這個是黑芝麻的 香絲蛋糕 它不是燙麵了 就沒有燙麵 然後這個也很好吃 所以你看它 它一個溫度 然後 燙的烤9點到80分鐘 所以它皮就比較厚 一些些 然後 以這個來看 你看 這個也是 皮也一點點厚 好 所以這就是這個 這種蛋糕的特色 然後 稍後我們再來 把這兩個切 OK Bye